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率有上升 上升了八个百分点 已经超车了川普 好后来居上一点 现在他目前支持率是43% 川普是36% 反而是下降了4% 他主要就是说有一些年轻世代 其实对于贺锦丽印象是很好的 还给他取了一个爱称 叫做贺锦艾 在30岁以下的选民当中 他是赢过川普两成左右 这是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个民调 30岁以下的选民 在川普跟贺锦丽的这种比较里面 贺锦丽是领先了18%之多 另外一个民调显示 他领先川普甚至到了20% 所以在年轻世代 他的迎面真的是比起 川普拉开了一些距离 再来现在好莱坞也纷纷 有很多的明星级的 这样子突然站出来 甚至是有一些那种一流的这种 形象塑造的什么公关人员 企业高管 甚至是娱乐记者 然后名流 这些开始都动员起来说 要帮贺锦丽在11月的时候 赢得大选 特别是针对这种 少数族裔的女性选民来说的话 他更有这样子一个先天的 这样子亲近感跟好感 就觉得跟我一样 我们的同一种人 所以投射感 所以愿意支持他 那尽管贺锦丽在普遍选民当中 始终不受欢迎 他还是被许多的 好莱坞精英视为第二个救世主 而且他的气势上扬 他一个月一周之内 已经募到了两亿美元 这样的竞选资金 换成台币大概是65.6亿台币 所以吸金利也是蛮惊人的 那现在目前呢 美国的媒体传出来 贺锦丽的助攻手 也就是他的副手人选 有可能会是凯利 那凯利他是勇枪支持者 枪支管制的一个支持者 那所以他本身太空元出身中间派 而且也了解移民跟边境的问题 最重要的事情呢 他呢代表了 这个摇摆中光谱各异的选民 而且这正是现在民主党 所戒胜恐惧的一块 所以这样子有可能 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接下来这个选情的一个变数呢 那再来川普也紧张了 他现在改向这个基督教团体来催票 他就是对基督徒喊话嘛 因为在这个奥运之后啊 现在很多这个基督徒 对于这个奥运的开幕式 也有一些意见 他刚好就是来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他就对基督徒喊话 投完这次大选之后呢 以后也不需要再投票啦 27号又一改先前态度大力示好 这个加密货币 说这个加密货币 如果美国不接受的话 可能会被其他国家抢得先机 而且他还主张要取消身份属地主义 换句话说呢 就是接下来有可能 他会在11月赢得大选的时候 立刻发表行政命令 来终止身份属地主义 因为很多人就讲说 去美国生小孩啊 那他就是美国人了 接下来可能换成川普上任的话 就没有这件事情了 他就要取消这样的一个政策 还有他讲说 这个不必再投票的事情 也让有一些人很反弹 就说这是要终结美国的民主制度吗 要变成基督教国家吗 所以又引发了 这个其他的一些反弹声浪 那还有川普的竞选发言人 就讲说贺锦丽极左右无能 那他的讲法是说呢 这无关乎能力 因为贺锦丽已经证明 他跟拜登一样无能 那贺锦丽呢 支持了拜登所有灾难性的政策 而且还支持拜登 所有造成一代人严重货币 这个通货膨胀的 这种糟糕的经济政策 就是贺锦丽如果继续当的话 这种糟糕政策就会延续下去 那主流媒体则是把贺锦丽 描绘成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人 那他讲说贺锦丽一直纵容 并且支持拜登 在边境上面的所有政策 监督 我国史上最严重的移民危机 那贺锦丽是缺乏外交经验的 如果当选总统的话 会让美国更加的危险 反正就是把它形塑成说 选他跟拜登没有两样 都是会延续这样的一些政策 而且美国会更危险 因为他在外交上面经验更不够 那还有王毅在这一回 就是他点名了美国 他说美国主导印太战略 加剧了安全的困境 而且地区长情的和平稳定繁荣的愿景 是跟美国你现在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 北约甚至还插手到了印太 也会引起一些对立对抗 脱功断裂 小院高墙是损人不利己的 那这样的喊话在这个跟布林肯见面的时候 现在中国官媒的解读是 中美将会继续保持斗而不破 那连这个新华社的微信公众号 牛潭琴也提到了 他说其实中方对于美国的信誉 仍然存有疑虑 不管未来美国是谁执政 是民主党也好 是共和党也好 中美的关系都不乐观 而且美国也是会延续这种持续对付中国 未来双方维持这种斗而不破的平衡 那这个中国大陆的驻美大使 谢峰他讲到 他说他是在这个旧金山出席 中美建交45周年的研讨会上面 有提到就是美方一直把中方 作为假想敌 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 是将自身战略资源投入到错的方向 中国没有要挑战或是取代美国的规划 那美国也不要一直有这种打压 遏制中国的打算 所以现在这个中方不断的在对美方喊话 就希望说接下来不论是谁当选 不要一直把这种对立的态势升温或是拉高 所以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现在怎么看呢 首先列的那个不是民调 那个是好感度 那是ABC的民调 贺锦丽的好感度大涨 川普的好感度大跌 这个比较可以理解 因为川普本来讨厌他的人就多 那好莱坞坦白讲是进行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动员 那不是因为喜欢贺锦丽 因为实在太怕川普当选 所以那个比亚瑟 比亚瑟还把他七年前那个freedom 送给贺锦丽 贺锦丽现在把他当作竞选主题歌 他这个动作因为那条歌就是跟非洲裔 还有年轻人都有很大的共鸣 所以他目前主要是非洲裔的表态 年轻人的表态还有妇女的表态 这个是非常明显有别于拜登 所以你就感觉他的身世在看涨 那好感度也在看涨 那坏的也说成好的 比如说他那个不自觉的大笑 现在变成说成是亲民爱民 政治就是这样 突然变成一个好事 那个抖音就一大堆骗子 说贺锦丽那个笑事 事实上就是因为他跟我们都一样 他就是真 现在已经把他改写成说因为他很真 从傻变成真的 他很真 其实傻跟真就是一线之隔 那问题是他的傻会不会被凸显 那我觉得 因为我们对一个候选人的好感度 不会等于支持度 支持度事实上比较接近的是 对这个候选人的总体评价 能力 评价 对 所以好感 好感会是一部分我同意 可是评价这个东西还没进来 那我认为贺锦丽比较大的挑战是 接下来人家要对他做评价 那接下来就要接受专访 接受辩论 那他那个力道出的来出不来 那因为坦白说像抖音 这样的一种媒体或者 那个短视频 那个都是一种feel而已 会美化 就是会过度美化 如果专访或辩论还在那样笑就有点不得及 那个评价就会出来 对 可是你也不要忘了 因为川普实在是说谎到让人家受不了 比如说那天他在一个群众场我就听到 我觉得他已经是 他已经是口不择言到 满嘴都是谎话他也敢讲 而且都公开讲 他说贺锦丽就是最反犹太人 我的天 我说他老公就犹太人 然后所以我说他怎么 随便讲 开口就来 这个坦白讲他那个开口就来 已经远远超过台湾了 台湾已经追不上 台湾如果有候选人这样开口就来 还得了 可是他几乎都是这样 还有他那个副手 他的副手讲话的口不择言 也看上川普这应该是忧虑了 对 犯思 比如说那天他就讲说 他就是没有生小孩的养猫的女主人 结果就得罪了养猫的人 也得罪了单身女性 他就讲这种话 而且他就直接讲出来 我觉得他就是 尖酸刻薄讲话习惯 然后又跟川普有共振你知道 看到川普也都随便讲 他也就也跟着随便讲这样 可是川普基本上已经免疫了 因为他就一路讲话都这样 那天他跟拜登那个历史性的辩论 就是拜登被KO那一次 纽约时报统计川普讲了26个谎言 照样大胜 Jellyfans不是 Jellyfans是人家没有检验过你 他就发现你 你根本就是 真可怕 你讲话也很可怕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副手 像今天是传出来那个Mark Kelly 实际上Mark Kelly不是勇枪派 你们这个标题写错了 他有枪 可是他主张管制枪支 他是 美国有枪并不奇怪 是他对某些人要做管制 比如说那天那个 刺杀川普那个拿AR-15 他是跟他爸爸拿的 这个行为有没有违法 这个就是属于管制行为 所以你作为父亲 你怎么可以把你的枪给儿子用 这个他们大概就是要管制的 那AR-15的枪在美国是非常的普遍 那像这样的枪 事实上他如果是军规就是M16 你想一想这个 有M16军规的效果的枪 美国大概有 大概5%的人拥有 这个也不要做管理 大概是属于这一类 好 来请教杰老师 对 美国现在这个选举 我们之前也觉得他是完全负面的 他不提你有什么好的政策 只要你一点讲错话 或者说你一个立场 会可以利用的话 他就大量的这样子来渲染 大量的渲染 最近就是民主党就渲染 这个共和党川普阵营 第一个就是川普在 跟基督教徒的一个讲话里面 他说你投完以后 以后就不必再投票 要说话不得了了 川普要做万年总统 民主要被他废了 就扩大解释 但这个最近都是在报纸的头条 你只要一打开电视就是这个 另外他的副手也讲了一句话 刚刚郭文有提到 他就是说那些不养 不生小孩的女人 他就叫那些Cat Lady Cat Lady Cat Lady 这引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美国好莱坞 有一个很有名明星 我们以前看那个电影叫Friends 那个连续剧 有布莱比特 险西 布莱比特 叫那个Jennifer Anderson 他特别出来 特别反感 他55岁了 他结过三次婚 然后他没有生孩子 他说你完全不知道 想要生孩子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说他曾经 事实上人家调查他曾经也试过 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 所以这个Friends就变成说 哇 他也是口不择言 当然Friends后来他出来 出来做就是说一个解释 他说他这样做 事实上是要凸显 这个民主党的政策 就是反家庭 反生育 他是这样子的 当然从他们这个 极右派的力量来看 民主党提创的价值 是对传统的家庭价值 跟育儿的价值是对立的 就是堕胎很容易 堕胎很容易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讲 大家出来也做一个辟谣 可是问题他这句话 出来以后 范斯变成被攻击得非常厉害 连续快一个礼拜 然后最后就说 现在川普有一点点后悔了 当初为什么要选 所以所有的话通通出来了 所以美国现在这个竞选 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白热化 而且都是针对个人 范斯 然后这个Washington Post 今天又登了一篇文章 他说其实范斯 是川普一个错误的抉择 他在之前 有好多人跟他推荐了谁谁谁 推了这个川议员 他是什么古巴仪的 然后推荐了谁 Rubio Rubio都比这个范斯好 所以现在范斯终于露出马脚 他是一个跟川普同质性非常高的 其实两个加起来是坏上加坏 是一个最坏的选择 你看看这个美国的政治很了不起 很多事情都可以讲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跟你讲 还有戏精彩得很 两派人摇起来真的是会非常的精彩 11月前还有很多高潮的 来 我看一下岳老师 对 如果这个选举 这我看来就很像马戏团 就是一场接一场 而且变化非常大 就是说从傻笑变成真诚 然后从这个淳朴变成乱说话 我刚刚看到 就是川普对了那个基督徒讲 他讲疯了 那个基督徒本身那个名称 就叫The turning point 就是转换点 然后他说你是基督徒 我也是基督徒 我们这次好好选 学完以后就不用再选了 听起来好像就到了末世一样 那个如果连在一起 大家如果这圣经有一点懂 我不晓得川普自己懂不懂 但是他讲这个话 因为我是觉得说 美国本身来讲 真正的重点 其实刚好是我们第三趴的消息了 有关于中美关系才真正重点 因为的话 未来的中美关系的话 我坦白来讲 不管是谁选上了 不管是大校派 或是说谎派选上 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他们基本上对于中国的态度 就是要采取比目前 大概在严格个三五倍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的话 他们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的话 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现有的态度 就是担心中国发展 中国的崛起 所以中国表现得越沉稳的话 越火大 但是希望你也跟他一样乱 他也希望说我们中国的高层 乱讲几句话 他也高兴一下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策略 就是你不管怎么闹 我就不会跟你拉下脸 这个态度其实很明显 包含对台湾的态度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最近习近平突然对于下航 写了封信 其实都提到两岸的关系 这个已经说明 就不管你怎么搞 我就不会跟你 就不会把你拉破脸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的确在中国 现在玩的是一场时间的游戏 就是花时间 看看时间站在谁那边 那你会想想看 美国现在选举选成这个样子 完全是负面的选举 然后王毅的话 有模有样的跟布林肯见面 布林肯还能够干多久 我们都不知道 说句良心话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很特别的 就是美国在事前的话 不是看民调 也不是看好莱坞 更不是看所谓的少数主义 因为少数主义它集中在沿海的两岸 你要看中间那些人摇摆州 Mark Kelly他是Arizona州的 这个算是摇摆州 就是这些人 他们支持蓝和支持红 有他们历史传统 就是摇摇摆摆的意思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大事基本上已经决定了 反正中国本身目前是以一代劳 来面对美国的发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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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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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